102 《中國時報》 《在野的事救孩子,不虧錢,傷患家屬,不要把我們標籤化》 2015年7月18日社會綜合A. 十逢惠茨雅容陳志賢張靜庭 我相信每位家屬在野的都市病床上至親,趕快好起來 白線塵爆入今二十一天,但連日來家屬代表唐美娜的發言 卻造成傷者和家屬易度傷害 傷者休慶為過個十七日激動表示,家屬在野的是躺在床上的致親 而非今前,出院患者了先其說,都不好意思說自己是白線受害者了 新北市府十七日到台中榮總召開粉塵爆事件傷患家屬說明會 邀請以外受傷的中部傷患及家屬參加閉門會議 會中有家屬激動表示先救孩子 家屬不是要錢,不要把我們標籤化 不少家屬對六百二十七八線塵爆公安事件受害者保護協會公關組長唐美娜發言 造成社會觀感不佳頗有美詞 會後家屬代表林偉夫與新北市府協助改善組織,讓資訊更透明化 同時,白線塵爆漢捐款管委會作作舉行第二次委員會 共十九委員出席 專家代表委員蘇聰賢會後表示 會中決議只要傷者或照顧者是家庭主要經濟來源 經社工評估有此需要,每人將一次性發放三萬二千元的陪伴生活照顧費 新北市社會局長李麗珍表示,陪伴生活照顧費最快下週發放 預計三分之二傷者受惠 此外,市臨地檢處徵辦陳爆案 作傳新北市府觀光旅遊局、消防局、衛生局五名公務員作證 調查市府六月十八日督道八仙緊急救護及急難演練情形 五人正稱元方違法變更營業項目,抽乾泳池出租場地辦趴 攝有為失,檢方信後請回